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起底六大电信诈骗术 最近一篇受害人自述被骗经历的长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作者称由于回复了一条短信 他的支付宝银行卡以及百度钱包里所有资金一夜之间被洗劫一空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种全新的骗术已经出现并正在蔓延 我们不可不知不得不防 因为一条短信一夜之间我的支付宝所有的银行卡信息都被攻破 所有的银行卡资金全部被转移 那是一种一无所有的绝望 这篇万鱼字的长文配发一系列截图证据描述了当事人遭遇的全过程 文章在微博微信平台上持续发酵 阅读转发超过780万 留言评论不断 经过多方联系 记者找到了当事人小许 一名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毕业生 飘在北京辛苦挣来的所有积蓄说没就没了 至今令他心有余悸 一夜之间你所有钱都一无所有 你能明白那种恐怖和崩溃的心理吗 都不是说难过 是恐惧和崩溃 我觉得我之前做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费的 4月8日傍晚 挤在北京晚高峰的地铁里 小许连续收到了几条来自中国移动官方号码的短信 短信称他已经成功订阅了一项手机报半年包服务 并且实时扣费造成了手机余额不足 我这时候就纳闷了 就因为我根本没有订阅这个服务 紧接着就是非常诡异的 接着又发了一条短信 显示是只要回复取消加验证码 在三分钟之内退订免费 当小许正在琢磨验证码到底是什么 他又收到了一条来自中国移动客服电话10086的短信 原以为成功避免了一次手机用户经常碰到的吸费业务 但小许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手机突然彻底瘫痪了 这只是麻烦的开始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 小许的手机在无线网络下接连收到了支付宝的转账提示 这意味着竟然有人在另一个终端上操作他的支付宝账户 这不是诈骗 这我感觉是在抢钱 就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把我的钱一笔一笔又一笔的转印 而且不是我个人操作的 由于手机无法呼出挂湿 情急之下 小许只能通过操作客户端解除了支付宝与三张银行卡的绑定 并且委托亲友拨打支付宝客服电话冻结账号 更令小许感到恐惧的是 冻结支付宝账户并没有使自己的银行卡摆脱被截的命运 他第二天才发现 自己名下的招商银行工商银行两张储蓄卡 在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人绑定在另一个在线支付平台百度钱包上 加上小许原本在百度钱包绑定的另一张中国银行卡 三张卡里的钱全部转入了两个陌生账号 这意味着就连他的银行账号也被攻破了 一条短信让他一夜之间变得身无分文 小许的遭遇不仅让众多网民震惊 也在通信互联网和银行业内引发了热议 从收到可以短信直到眼见自己的所有账户被彻底洗劫一空 整个过程只有三个多小时 所有这些不可思议都是从收到那条订阅短信开始的 记者从短信入手展开了调查 明明小许没有订阅 为何会收到订阅短信 根据中国移动北京分公司的内部查证 4月8号17点54分 有人通过在海南海口的一个IP地址 以小许的手机号成功登陆了北京移动官方网站 不仅发起了手机报订阅 还在18点13分成功办理了一项名为自助换卡的业务 自助换卡是中国移动推出的一项在线业务 通过这项业务 用户不必跑营业厅 直接通过在官方网站操作 就可以更换4G手机卡 新卡立即生效 旧卡同时作废 通过自助换卡 相当于小许的手机在那一刻更换了机主 落在了别人的手里 第一道门就是账片分子把门户站的密码去破解掉了 那么第二道门是他启动了这个换卡的流程 点击确认 我要发起换卡了 系统就会向他发一个二次的确认的验证码 我把这个验证码再填回系统之后 才会发起后期的换卡工作 攻击者要换卡 必须先知道验证码 当时小许收到的这条来自10086的验证码 正是攻击者在网上发起换卡后 系统自动发到小许的手机上的 但在这条20多字的短信中 并未说明验证码的用途 我可以说他是以极其随便的态度来发给我 就告诉我这个验证码 你普通用户你没接受过这方面的信息的时候 你是不知道它是有什么用处的 USIM卡验证码到底是什么 攻击者正是在这个绝大多数用户不清楚的信息盲点上做文章 嫁接起了两项中国移动的官方业务 编造了整个骗局的剧本 先是破解密码登陆官网 为当事人订阅增值业务并实现扣费 这是在营造恐慌气氛 再通过发送一条诈骗短信 告诉当事人可以免费退订 但需要立即回复验证码 趁着当事人正急于退订 却搞不清验证码在哪里 攻击者又在中国移动网上营业厅 发起换卡业务 使系统自动向当事人发送10086短信的验证码 这种及时跟进的雪中送炭 更会让当事人对骗局的剧本深信不疑 最终面对这个没有任何安全提示的验证码 当事人会很容易顺着之前的剧本逻辑 积极主动的把它回复到攻击者的手中 利用当事人回复的验证码 攻击者完成自助换卡后 会利用成功劫持的手机使用权 接收各类短信验证码 进一步对受害者的财产照顾 发动攻击 现在你的手机号不仅仅是你的通信工具 它是你在互联网上的唯一身份凭证 意味着如果一旦你失去你这个手机号的控制权 那你这个人就就就被抹掉了 其实在那一晚上我是没有身份的 在互联网上我的身份被另外一个人取代了 小许的经历并非个例 不少有着同样遭遇的网友主动与小许联系 讲述自己被攻击的经过 信息安全专家把此类电信诈骗称作补卡攻击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一些本位方便用户而开发的业务 却因为用户普及程度较低 成了被攻击者盯上的充满风险的后门 记者体验了自助换卡的全部流程 注册登录移动网上营业厅 进入自助换卡页面并申请这项业务 只要将原手机卡收到的短信验证码回填到网页 原卡的号码信息会被写入装在另一部手机里的新卡 而原手机卡立即作废 几分钟即可完成操作 而且完全免费 记者注意到与到营业厅当面办理不同 自助换卡全程都没有核验操作者的身份信息 仅需要准备一张未被写入号码信息的新卡 并将卡面上的编号输入网页 这张卡被业内称为白卡 如果您是中国移动的客户 您现在可以到我的音乐厅免费领取一张 或者说是我们通过邮寄的方式给您寄过去 那免费领取的时候需要核验身份信息吗 你只要是中国移动的客户 我们就会给您一张白卡 不需要做任何身份验证 白卡本身是不需要做验证的 记者了解到这种白卡和领取人的手机号没有绑定关系 因而领取后可以写入任何手机号 不仅可以免费从官方途径获得 甚至在淘宝等网站上有人公开售卖 这就意味着攻击者要劫持小许的手机卡 只需要以小许的手机号成功登陆中国移动网上营业厅 并骗到那个没有任何提示说明的六位验证码 剩下的条件都可以轻易获取 不需要任何身份验证 曾经可能现在还要验下身份证 还要面对面去沟通交谈 但是在网上可能就会有这种安全隐患在里面 现在你永远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在哪里在研究你的系统 在尝试的发现你的系统里的一些问题 回溯小许的遭遇记者发现 在构成这场连环骗局的几条短信中 10086是中国移动统一客服号码 10658000是中国移动手机报号码 令当事人深信不疑 就连此次事件中唯一一条由攻击者编造的诈骗短信 也是利用139邮箱的一项发短信功能发出的 记者实际操作发现 如果接收短信的手机 没有将发短信的邮箱所对应的手机号存储为联系人 接收到的信息均显示以10658开头 而中国移动旗下的服务提供商业务号码发送的行业短信 大都以10658开头 攻击者看中的正是这个功能细节 不仅可以对诈骗短信进行伪装 骗取接收者的信任 还可以接收到当事人回复的关键验证码 因此139邮箱的发短信功能 被攻击者所用成为骗局的重要一环 而这项中国移动已经推出八年的免费功能 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它的操作细节 使用率也不高 所谓的冷门业务它有时效性的 按道理可能在某一时期 它就有某一时期的一个作用 但实际上这个发展非常快 随着时间的推延 其实有些东西是你自己都忘掉了 就是一般不太用 但是懂的人他就会打他主意 有时候就时间长了 它变成后门了 当事人的手机卡被截走之后 第三方支付平台 甚至银行的安全验证都被接连突破 这一切真的仅靠掌握短信验证码 就可以实现吗 就它为什么就能凭我的手机 就能够破解我的网银呢 它第一必须得知道您网银登录密码 如果它不知道登录密码的情况下 它还需要知道您卡的密码 如果密码卡和手机 它完全掌握 它才能做这些料理 这意味着尽管短信验证码是每一步攻击的关键 但攻击者还需要受害人的银行卡号等更多的信息 因而可以断定小许的手机卡被截持之前 它的成套个人信息已经被攻击者掌握了 尽管已经向警方报了案 而且支付宝和百度钱包也在案件侦破之前 对小许在该支付平台上的损失的金额进行了先行赔付 但小许仍在通过各种途径寻求答案 她恐惧的是不知自己还有什么关键信息 已经被他人所掌握 个人信息在网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猜测碰撞 最终汇集到一起形成一个地下的一个数据库 那么这个库里面会有大量的非常完整的个人信息的一个链条 比如说你的姓名家庭住址手机号银行卡号银行的密码等等 一系列的这样一些信息其实都在网络的黑市里面是存在的 而且那是别人整理好的不是零散的 这个就非常可怕 近年来在个人信息泄露交易越发猖獗的大背景下 单一的静态信息如账号密码已经不能保证各类身份验证 尤其是在线支付的安全 因此从银行开始越来越多行业的安全策略采用了双因素认证的理念 简单的说就是用户自己知道的信息这把钥匙已经不安全了 必须用随着时间事件等因素随机产生的一次性密码再加上另一把钥匙 同时拥有两把钥匙的人才能开一把锁 而这把新钥匙从最初的优盾令牌开始越来越多的集成到了智能手机上 短信验证码已经成为如今在线支付双因素认证的必选项 之所以小许的所有账户被全线攻破 是因为除了个人信息这把钥匙早已泄露外 双因素认证的第二把钥匙手机验证码也因手机卡被截落在了攻击者的手中 记者对本次事件所涉及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和手机银行的关键业务进行操作汇总后发现 所有的在线支付都可以用手机号和静态密码登录 百度钱包甚至直接可以用短信验证码登录 更改登录密码和转账支付也无一例外的需要依靠短信验证码来完成 而对于第三方支付最重要的支付密码支付宝竟然简化到仅凭短信验证码就可以更改 我的手机号已经被盗走了因为可以确定这一点 然后他还需要别的才能把我的钱转走吗 转账的话是需要您的取款密码跟验证码的 但是如果说是它是网上支付的话 就是只需要验证码就可以了 验证码这个东西它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动作 比如说找回你的账号密码 那么这样就导致什么呢 其实你的个人的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它就一体了 它变成一个因素了 那么原来设计当中的双因素的功效又大大的降低 可就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这么一个篮子里面 导致到种种的这种问题 那么从小许的遭遇中我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警示 面对此类针对短信验证码的精准诈骗和组合攻击 又该如何保护自身的安全呢 下面信息安全专家为大家支招 专家提示 从电脑的手机都面临着木马病毒 钓鱼网站等黑客技术的安全威胁 如果只靠一个简单的静态密码 无法保证安全 因而首先一定要保证静态密码足够复杂 并妥善保管防止泄露 其次攻击者经常利用各种手段对短信进行伪装 并千方百计的对攻击对象进行误导甚至恐吓 所以一定要对运营商银行等身份的手机短信和来电 进行认真真别冷静应对 每个人手机上可能都会出现过这种各种的干扰信息 那么如果在我们这种风险意识并不是很强的情况下 很容易被这种干扰信息所误导 就会产生后续的一系列的损失 另外如果手机通讯出现瘫痪 一定要马上查清故障原因 如非手机本身或信号故障 要立刻挂失手机卡并及时冻结第三方支付和银行账户 避免攻击者趁用户处于信息孤岛时 冒名顶替机主身份窃取账户 最最重要的是 短信验证码不要告诉任何人 电信运营商和提供相关服务的企业 只会将短信验证码下发给用户 绝对不会要求用户通过短信或电话 进行所谓回复验证码的操作 基本上现在市面上任何的验证码 它都不会会有一个再次上行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它只会单向的告诉你 它的验证码是多少 不会再次要求你说 你把你的验证码什么发送给它 所以说任何问题要验证码的都是骗子 从电信运营商到第三方支付平台 再到正在进军互联网的银行系统 构成了如今我们每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的链条 小许的遭遇给这一连串 以安全为生命线的行业敲响了警钟 所谓好的用户体验就像一架天平 一头是便捷 而另一头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忽略的安全 这架天平的平衡一旦被打破 所有一切都会归零 就像你这种东西称来的旗党 最后一步 一字眼诺 你试试一下 我试试一下 我们试试一下